北京站是中华银兵门 1959年从建成运营那天起 它就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北京站不仅仅是在北京 而且应该是说在全国的铁路客运站来讲 应该说是中华第一站 作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 北京十大建筑之一 北京站见证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变迁 北京站的前身是镇阳门东站 新中国成立后 镇阳门东站改名北京站 引用至今 原来老站的话 它是建筑面积3500平米 后车面积是1500平米 也就是说是 它的容量应该是可以 同时容纳6000名旅客去后车 新中国的诞生 开辟了人民铁路发展的新纪元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旧的北京站 已无法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1959年1月20号 占地25万平方米的新站 破土动工 7个月零20天后 崭新的北京站开通运营 所以当时一个非常辉煤的场面 扮着鞭炮齐鸣以后 这一剪彩也就从此开启了北京站 在中国铁路建设发展中的一个新的一个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那么一天 这都是当时那个照片 当时北京站每天开行33对旅客列车 全年可发送旅客约600多万人 极大缓解了老站的压力 不仅如此 北京站在科技运用方面 也创造了那个年代的多项第一 一楼后车大厅的四架自动扶梯 在当时的北京是第一家 中央大厅的双区扁桥穷顶 为当时国内首创 先进的科技设备引来各方关注 那么我们统计了一下 就是先后有75个国家的 就是一些重要的团体啊 官员领导人前来北京站进行参观考察 所以基于这几点来说呢 就是北京站 它被誉为是这个中华迎兵们 这是有道理的 然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还是东方红旋律和暴施的钟声 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9点的整点10分 越矮的乐曲声和浑厚的钟声 都会准时响起 这当时是1959年 是由上海背高钟苗厂制成的 当时它这个敲击的钟声啊 是类似于八音盒这样的一套装置以后 是敲击而成的 这两座大钟发出的乐曲声和钟声 是事先录制好的 谢锦衣告诉记者 2008年为迎接北京奥运会 北京站进行改造升级 将原来的声音改成录音合成 因为老记师年龄非常大的 八十多岁了 而且咱们中国来讲 就唯一有这个老记师能够负责维修 他会维修这个 之后就断代了 就没有别的记师能跟得上 所以说当时就开始就着手去录制 录制这个钟声 录制钟声以后合成的 在2008年 2008年把这套新的系统换上了 伴着东方红的旋律 北京站同新中国一路成长 1996年使用计算机售票 1999年引入LED引导提示系统 2016年启用自助验票通道 实现刷脸进站 如今的北京站 每天开行列车132对 全年发送旅客 可达3495万人 北京站自身的发展变化 指示出中国在交通领域的发展变迁 他的这个发展来讲 在某种程度 他不仅反映的是一个 他自己北京站的变化 他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亲历和见证的 就中国国民经济 社会的一个发展变迁 他随之发展变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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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